坚持需要多少的力量 2019年起 和泰集团号召全台湾热血志工 及集团员工一起走上沙滩 用一次次的弯腰捡起一片片的垃圾 坚持投入时间和心力捍卫环境 六年来和泰集团在全台15个领海县市 共举办80场进滩 逾6万人次参与 捡起超过64万吨废弃物 并赞助举办超过170场国小环保教育 让环境保护的意识从小扎根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 不是单一个区域 它到海里面它会飘到世界各地去 感觉是海滩来玩的地方 蛮不可思议 就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多垃圾飘来这边 带我女儿来体验一下浸滩 垃圾丢没有处理好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美丽的海滩就有污染 很多时候浸滩是可能关心这个议题 或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的人会来参与的行动 那何泰办这么大他有在电视媒体做一些曝光跟宣传还有社群媒体 我觉得可以触及到一些本来没有了解这个议题的人来共同响应跟参与 从何泰在赞助协会之前其实我们在做淨滩的过程当中就会跟大家分享环境教育 透过赞助从第一年到今年迈向第六年 我们不断地去分享 然后就会有很多小朋友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观念 就可以期待他们长成一个很有环境意识的大人 因为坚持而累积更多力量 因为坚持而创造更多美好 也因为有全台各界热血志工的参与及鼓励 我们会坚持做下去 真爱台湾不能没有你 感谢观看